中区政府合署西座重建计划 政府作出多项规划修订 包括扩大休息用地 取消兴建大型救密中心 将商业面积大幅缩减八成多 发展局去年就中区政府合署西座重建计划 咨询公众 再就计划作出修改 公众休息空间会扩大一成多 至到7600多平方米 发展商要在员工之后 将用地的管理和拥有权交还给康民署 避免休息空间被私有化 为了配合中环核心金融区 拆卸西座之后 兴建的32层高的大厦 最高的26层会用来做甲级写字楼 楼面面积有28000多平方米 当局邀请证监会和港交所 作为主要的租户 占了整座楼的三分之二 将来会收他们市值的租金 其余6层原本打算兴建大型救密中心 由于得不到公众的支持 政府将商用面积大幅削减 由13000多平方米 缩至到大概2000平方米 减了八成多 因为中环已经有很多购物商场 如果现在做购物商场 市民都会觉得 可能都是做一些 比游客去用的 比较名牌的购物商场 所以和公众可以用 是有一定的不同了 在商业用地缩减出来的面积 部分会预留做公众教育中心 上落客户区的车位和泊车数目会减少 这个项目会以商讯封制的方式招标 当局会先看设计的评分 再看发展商出价 中标的发展商将来不能够将地段散卖 一定要整块土地转让 为了平衡保育和发展 和回应到社会对于土地的关注 我们都愿意如果是收少地价 就收少地价 修订方案会交给立法会的委员会讨论 至于政府合处中座和东座就会保育 将来交给律政司做办公室 无线电视机者龙慧玉报道 有侧良师认为西座重建计划 增加休息用地和减少商场面积 令到收益减少 估计不会减低发展商入标异欲 有侧良师表示 中环核心的甲级写字楼 现在赤价2万至3万元 虽然中区政府合处西座 重建规划增加休息用地 减少商场面积会对地价有影响 但是估计一样会吸引发展商 拥躍入标 政府总部西座的大部分办公室 已经搬到金钟天马南新政府总部 政府希望腾空之后 可以在2013年公开招标重新发展 不过有民间团体认为 中区政府合处建筑群具有历史价值 应该保留 一直反对拆卸西座的团体 批评政府没有公开咨询内容 就指主流意见支持重建 他建议政府重新审视建筑群的历史价值 无线电视记者李子琪报导